還有一個就說,你這麼不想人家說髒話,我們說髒話那些,你不要要我們的票啊 我也叫他們不要到街市買菜,豬肉啊,豬肉都說髒話啊 還有投票給白甲黨那些人,是不是不說髒話呢? 不要坐的士,的士都說不說髒話啊? 聽聽梁山電話,梁山你好 是,說 捉你的五區總治好運啦 第一件事就是,最近你都知道你那個對頭李慧寧是被人告誹謗的,你怎麼看呢? 我想你都很心涼啊 我都想告他啊,李慧寧 不過我都打到看戲就算了 不要啦,我們浪費錢了 不是的,我好像告他 不要啦,我留錢在五區總治 你也是想啊,發達 他這麼高薪,他會付錢給我 發貌沒那麼早啊,發貌我也捐給社民連啊,大哥 發貌 贏了當籌款 發貌沒那麼早啊 你還說嗎? 我等一下再看一些,或者買回來的包青天DVD 覺得香港現在中央的蝦就是不如宋朝的時候 包青天年代也是 哎呀,比更差 那時候也有包青天的人在盡力去 當時上訪沒有現在那麼大件事 沒有現在那麼慘啊 是 好,多謝你的電話啦 不說啦 跟Warris Warris Warris你好 是,教授大舊 是 教授我想問呢 前陣子你是不是上過廣場的節目 叫做一切從家開始 很多日前錄的 哦,是的,我聽完那個節目之後 我也有很多感受 有兩件事想問一問你 你會不會覺得呢 你對於指導青年人都很有經驗 搞了這麼多年書呢 你會覺得呢 現在香港這一代的年青人呢 是 好像我老爸 即我老爸跟你差不多大 會不會是你們那一代呢 那個質素差很遠 又不可以這樣說 即我又… 問你你會不會遲些 會考慮出一本《旭文自傳》 哈哈哈哈 還沒掛 這麼快 掛之前 掛就出不了了 大哥 掛就別人幫你寫 一般就會掛 掛就別人寫 他好像寫的 是不是前半生 很多問題 其實我那時候 早幾年打算寫一本叫《五十字述》 因為 近時胡適物一本叫《四十字述》 好看的、好薄的一本書仔 那我想寫一本《五十字述》 噢,火眼就快到六十了 哈哈哈哈 寫一本《六十字述》 OK,多謝你的電話 其實我們也想說一下 星期三 星期三 即11月18日 特區政府 向這個立法會 提交一份政改的諮詢文件 現在泛民主派 就在裝慶合合 因為這份諮詢文件的內容 已經事先張揚 其實事先張揚就是民建聯 民建聯說他們提議 這個政改就是 希望2012年增加十個立法會的議席 那這十個立法會議席 講一下立法會的部分 區議會選舉產生的 就是五席 直選 區議會產生的那個 他們提出 那些委任議員 即那百多人 就不能投票 由那四百多個民選的區議員 去投票選六席 即加上原有的功能組別 一直是六席的 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 那當時 他們說了一個星期左右 特首開始見到各大政黨的人 在泛民見他的時候 即間有人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個方案是否就是那個方案 那是番丁 區議會方案 特首的答覆就是 他們完全不知道 外面是甚麼方案 這些是外面傳聞 和我沒有關係 但事實很快就知道 後日一出 就是民建聯早前催的方案 如果他這樣說 可能他是暗示這個方案 不是他提的 共產黨提的當然不是他提的 如果他這樣說的話 意思是說 我原本想提另外一些建議 因為他以前說過 不會翻丁 你記不記得嗎 即是很清楚說 不會翻丁 即是如果他這樣說的話 很明顯 就是民建聯宣提這件事 最後是共產黨拍板 不理你曾任權想甚麼 就是把這個方案拿出來 事實上真的不是他可以說到事 其實你拿回05年那個出來 改良版 他們叫做優快 最流行說優快 夠不夠 這個又要等陳雲 幫他們解剖一下這些文字 優快 他就是其實 將05年那個方案拿出來 就是把那個委任區議員 排除在那個投票那裡 但這個又會造成一個問題 但這些委任區議員實在債刑 實在吵 我都是區議員 誰叫你委任我 不是啊 報紙一出 就已經有個資深委任區議員 那次跟我開完區議會 真的跟我聊天 就說 喂 我們現在做了二等公民 二等議員 我們是 你知不知道我們香港現在有二等議員 已經說了 有什麼這麼奇怪 我們都做二等公民 危康說的 你老美 你又可以投票選特首 又可以選這個功能組別 我只是 我只是投票選這個直選議員 那我三等公民 我和你現在做立法會議員 就是二等公民 因為我們是立法會議員 可以投票 對那些資深委任議員來說 他們是很心酸的自己 喂 我們幫你政府又出錢 又出來 你政府要我行動 我就行動 你政府要我做什麼 我又做什麼 高級義工 剪出一整 在地區上 已經有些地位聲望的人 都很憤身幫你政府 但是政府可能還有一個後著 我現在說委任議員 沒有投票權 這五個席位 那些人說不行 不如取消委任議員 他們就答應你 多少年後我取消委任議員 下一屆沒有委任議員 那你說 你民主派 這班投降派 沒得不就範的 喂 會不會去 那個委任議員 沒得投那個 沒得投那個 立法會議員 那個區議會 會選 但是會有那個特首 那個選舉委員會 一樣有的 應該 那個詳細未知 可能 那他作為這件事 是給那些委任議員 不要太過 即是加那四百人 選行政長官那四百人 全部由區議會產生 可以不可以 不不 一百 那不止四百 不止四百 委任加上民選成五百多 那現在呢 其實就 即是 即是 有些民主派的投降派 準備收貨的了 大家找個下台階 而已 最勇的那個 就叫阿基 神租撲出來 是不是 那我們祝他好運 如果政府提出 我覺得他已經私下 有四個民主派 認了頭 即是你還看得厲害 即是我們 估計今次的政改方案 通過機會很高 我覺得十拿九運 不要只得三票社民連反對 哈哈哈哈 如果我們參加 總是輸了 可能連社民連三票都沒有了 那就乾手正腳 時間呢 就看啦 即是如果 現在這個政改 我猜他呢 就會快刀斬亂麻 我剛剛跟你相反 我起碼都要拖到 即是 即是 明年年底 不會 我覺得 他會快到 快到 等我們一總辭 他就對他 星期三拿出來 星期三拿出來 隨時 三個月資訊 兩個月資訊 看著來 沒有可能給他兩個月資訊 隨時兩個月資訊 跟著 過了農曆年 到二月尾三月初 就對政改修訂條例 跟著 就要你七月前過 喂 我們聽過長途電話 這個長途電話 都要聽的 這個長途電話 現在在check room 都要看著 這個 即是 我上次去紐約的時候 他就幫忙在我那個 演講場地 擺這個擺那個 好幫忙 明基 明基 喂 明基 你好 你好 你好